第1军情作者 火火 也是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在长达八年之久的内战中取得的重大胜利 此前 德拉市一直掌握在叛军手中 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自2011年大规模抗疫运动开始至今 德拉市的邮局是唯一一个落入叛乱分子手中的政府建筑 6月 政府军开始向叙利亚南部的德拉省发动进攻 随后又开始攻击该省的首土德拉市 在历经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后 旭政府军终于从叛军手中夺回德拉 资料图这次叛乱发原地的收回 对于叙利亚国内的政局稳定意义重大 尤其是不少叛军的投降缴械 更是大大鼓舞了叙利亚政府军的士气 并且对其他叛军的行动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在俄罗斯的帮助下 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全境 不过是时间问题 重要的是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目前已经开始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伊朗身上 对叙利亚不再那么上心 也就是说 再次大规模干预叙利亚的可能性已非常小 这对于叙利亚也是难得的另好消息 不过 大问题没了 并不代表没有小麻烦 而且 可能麻烦也不小 就整体局势而言 叙利亚还有两个主要离斜 其一是盛气凌人 的邻居以色列 在叙利亚收复西南部的战斗中 有一部分区域 位于由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边境上 尽管 以色列曾表示 一方不会阻碍进攻 但事实上 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日前 叙利亚的无人机接近两国边境 以色列毫不犹豫地给予了击落 并且连射导弹 作为对叙利亚的回应 此前 以色列则多次出动战机 对叙利亚境内进行空袭 理由是打击伊朗在续军事存在 但这是恐怕没那么简单 有这么一个蛮横的邻居 叙利亚招惹不起不说 也会成为叙利亚和平进程的一个重要障碍 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以色列将很难放弃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 资料图其二是由美国暗中扶持的库尔德武装 目前叙利亚东部地区有很大一部分 是由库尔德人掌控 而库尔德武装的最大后台 就是美国 重要的是 库尔德武装已经成长为中东地区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 此前曾谋求独立建国 但遭到了土耳其的强烈反对 目前 美国正利用这一武装 在中东纵横百合 达成自身战略目的的同时 减少投入 同时 库尔德武装本身战斗力很强悍 在叙利亚 伊拉克都有军事据点 一时半刻恐怕很难被叙利亚政府军驱逐 此前 土耳其曾有针对性军事动作 效果也不是明显 在叙利亚的整体设计中 库尔德的存在绝对不能忽略 而且随着反政府武装的被清剿 库尔德武装的问题也愈发突出 资料图好消息在不断传来 而且阿萨德政权被再次颠覆的可能性 已基本不存在 但以色列和库尔德这两个强劲的对手 已成为叙利亚和平进程的最大威胁 不得不防 消极的是 目前貌似没有好的办法解决之 背后的美国则是问题的根源 声明 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 转发第一军情文章 为尊重原创 转载请标明出处 微信公众号转载 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 敬请配合 第一军情开通抖音账号了 请大家多多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